Hello 大家好 我是Mavis 今天我們來到這間 日本餐廳 這間是一間富士酒店的高級日本餐廳 在Piccadilly Circus 走過去大概三分鐘就已經到 也挺近的 今天最主要想來試試 珠寶盒 以及他們的銷售和牛 這間餐廳是在網上 看到的 相片挺漂亮 所以決定跟我朋友來試試 現在正在等上菜 坐在旁邊的桌子 不是坐前面的桌子 這裡 第一個感覺就是環境很好 很漂亮 吃東西的氣氛很好 環境佈置得不錯 我覺得用來約會是不錯的 但就要看看食物很好吃 這是什麼?黑松 雞蛋 是會有人幫你切開的 裡面有什麼呢? 有牛 有肉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真的很好吃 裡面有沙拉肉 這個是沙麟魚 這個是蛋 沙拉 這是什麼? 好嗎? 好嗎? 現在上了這個 燒和牛 這間餐廳的燒和牛 好像挺好吃 你看看 它好像一套食物一樣 有沙拉 有味噌噌 有味噌噌 這個是醬 然後這個是飯 一個牛肉飯 然後上面有一個石子蛋 在這裡 還有在燒牛 好像我吃一樣 很香 滴肉 哇這個 是不是它的化妝真的超小 它有汁的 我試一試 這個是今晚全場最好吃的 它是漏油的 嗯 它是炮漬用的 很難形容 反正就挺好吃 然後很有韌味 我是點鹽吃的 嗯 想知道有多好吃 自己過來試 總括來說 我沒有特別好喜歡吃它那個bent 反而我喜歡吃它的和牛 還有開頭的那個 黑松露的蛋卷 總括來說 我自己不是特別推薦的地方 因為價錢上面也不便宜 我覺得這個價錢可以吃得更好 所以就不 今天這條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點讚和訂閱 那我們在下面影片再見 拜拜